京港和湖港直通车 下星期六起升级由高铁外铺动车运行 车程缩短8至12小时 香港改以西九龙作为总站 刚出发早抵达 车票明天起 明天中午起预售 来汇的价钱可能贵过坐飞机 要去北京或上海 除了飞机或每日一班高铁 月中起多一个选择 国家铁路集团宣布 暂停营运四年半届直通车 红磡来往北京和上海的 承制直通车 改为西九龙出发 转用高铁外铺动车 逢星期五、六日和星期一 前往北京西和上海洪桥 都是刚出发 第二天清晨抵达 班次分别经过河北石家庄 和浙江杭州等 对比承制直通车 去北京的车程短了大约12小时 全程大约是12小时34分 去上海就快了8小时 要11小时14分钟 较高铁慢大约4小时 但可以在车上安睡一晚 动车基本是四个饿铺一间 上铺比较便宜 去北京成人每程 港币1031元起 去上海878元起 不用禽高 下铺的票价贵大约100元 来往上海更加设高级饿铺 最贵一程要2128元 星期日出发的会贵多 一成半去到一成七 不过在部分日子 搭飞机可能会比较便宜 北京搭廉航 来回最便宜大约是1700元 比两程洞外上铺便宜大约300元 上海差距可以更多 搭飞机有机会便宜大约500元 价钱又会贵一些 所以未必会考虑 去上海北京都是考虑上飞机 当然好很多 现在都要休息 我们老人家 飞机会辛苦一些 坐车就舒服很多 行政长官李家超说 新安排能够促进香港和内地的人员 经贸和文化往来 有鹅铺设施 他说已经指示 运输客物楼局和港铁跟进 做好宣传推广 无线电视机者刘慧宜报道